中大奖的是云南昆明一个常年买彩票的男人 10月18号那天 他花10块钱买的这四柱双色球 开奖后竟然中了2095万 彩票站的老板都跟着高兴 拉横幅祝贺 福彩中心更是在网上连续7天发官宣 还特地为这位中奖伙伴开启了24小时 领奖兑换窗口 结果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人 彩票站老板坐不住了 找到了中奖男子一问 原来男子当天买完彩票后 既没在意也没仔细对 你等的就给扔了 2095万呢就这么扔了 中奖的男人说了 确实找不到了 就当捐献给公益事业吧 这运气这心态也是没谁了 希望你还能有这运气啊